依照门市经验 现在的手机大多靠口碑行销 消费者到门市指定要看传说中的手机时 经常并不了解到底有哪些功能 因此最好先想清楚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首先做选择 就必须要把自己的决策 把它理解出来 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刚刚讲外观导向的 那当然就是你早有品牌所在 这个我们也不变建议了 我们就会顺着消费者你要买什么就买什么 但是通常的消费者是这种聪明的购物 他会在理性思维里面去想这些事情 那我们就会问他你需要什么 如果你告诉我你只是很简单的需要打电话 那我会推荐你不要买smartphone 买touchphone 因为有很多功能你可以用 当然你告诉我你需要那些 比如说你要收发email 比如说你要导航 那我们就会介绍给你们 那如果你没有品牌需求 那我们就会介绍到一种比较平价的 一样的效能一样的效率的东西给消费者 那这种品牌当然就刚刚不是讲那么大的品牌 那这其实这是最聪明的使用者 但是这种使用者不多 因为大部分的使用者都是迷失的 那当然你说我买个东西 当然就叫品牌价值嘛 我们也不能讲品牌没有价值 品牌是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对这方面也尊重跟认同 所以聪明的消费者是在于你选择什么 你的priority要先排出来 你如果对品牌有一定的喜好 这个我建议排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刚刚讲 可以先问我们是你大概需要哪些功能 它能够配合你 第三个就选择一个比较smart的资费 match你的需求 手机的功能现在越来越强大 却让对高科技感到陌生的老人家伤透脑筋 为了让手机使用起来可以更人性化 有业者他们就设计了这一套触控式的视讯影音电话 你可以直接喊出对方的名字 然后可以用音控来播号 就可以跟对方来进行视讯通话了 其实不仅仅是适用于家庭 厂商之间也可以作为是视讯会议 更重要的是双方使用的都是网络电话 所以一毛钱也不用花 在Skype的通话当中 视讯通话占了其中的25% 比例越来越高 由此可知 面对面零距离的视讯沟通 是人们最期待的新形态沟通方式 过去Skype电话一定要透过电脑操作 使用不算太方便 而华硕Skype触控式视讯影音电话 不必附在电脑上 成了一个单独的画机 让消费者进行视讯通话时 更简单更容易操作 这项贴心的新产品 也得到了今年度的台湾精品奖 我们当时在设计这个产品 其实它最主要的需求就是说 我们发现很多人打电话的时候 是希望看到对方 那看到对方呢 其实可以传递很多的讯息 比如说爸爸希望看到刚出生的孙女 这个男女朋友要见对方一面 或者甚至是说这个产品要介绍给另外一个客户 所以发现很多人其实希望在电话的过通过程里面 其实是可以把产品或者是自己的状况 就是视讯传递给对方 那可是现在的产品呢 假如要用到这样的功能 其实都有点复杂操作 尤其是对于不懂电脑的人 或者是说想要在这个功能上能够不要钱 这目前是非常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做这个产品呢 就是要针对这三点来做一个很大的突破 然后让使用者呢 就是不懂电脑的人也可以利用新科技 然后打电话的时候可以看到视讯 这样的设计发想 很多人以为是为了远距会议需求 其实华硕想的是家里的老人家 太新的科技及太复杂的操作 让老人家即使想打通视讯电话给远方的孩子 看到一大堆使用步骤 很快就却步了 但是这款Skype触控式影音视讯电话 就和家里一般传统的电话机差不多 唯一不同的是 电话是接电话线 Skype触控式视讯影音电话 则是接网路线 而且不一定要拨打电话号码 用音控也会通 因为我们看到这里一个很大的需求 就是地球村嘛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家庭 他的小孩可能在美国留学 在其他的地方做生意出差 旅游 这样的情况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那可是你就会发现在家里里面 最想打电话的其实是父母亲 可是父母亲呢 他其实不太擅长会操作电脑 或者一些我们所谓的Smartphone 就是很高科技的电话 这对家里的老人来讲 其实是非常很不会学习 去操作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这个 设计这个这样的产品 是任何人都会使用的 那所谓这个任何人都会使用 代表说他上了年纪不懂电脑 他只要用一般电话的操作习惯 他就可以使用了 甚至他用共也会通 就是直接用声音 就说我要打给老大 然后这个电话就自己 帮我打给老大去了 我觉得这样的贴心设计 会比较让这种不懂电脑的人 可以享受比较新的科技 操作有多简单 我们来看看 只要简单的三步骤 就能进行视讯通话 首先将画机连接上宽屏网路 无论是有线或无线都可以 接着打开画机 登入Skype账号 然后拨打号码 或用音控打给对方 就可以开始享受 面对面的视讯沟通了 不懂电脑的人 对于这种的触控操作 他其实还是不习惯 他虽然很多年轻人 使用这种什么 很新鲜的Smartphone 这个画面操作来操作去 很炫 可是对一些老年人来讲 这些事情这样来讲 是一个很困难学习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用声音的控制 声控 所以对老年人 不懂电脑的人 他可以直接 讲出对方的名字 这个电话就完全帮他播出去了 所以他连碰这台电脑 或者碰这台机器也不需要 所以这是一个两个 很大的人音 人跟机器之间的互动科技 这是我们把它用在 这个产品里面 的一个很新的一个科技 但是要让使用者觉得 很贴心 很好用 视讯影音电话 内建无线网卡 以及可充放电的锂电池 可以放在家中 或是办公室里使用 不再被电脑绑住 也不需要事先 和视讯的另一方约好 和时尚电脑 就可以随时随地 进行视讯通话 除了企业可以利用 视讯远端介绍产品 或开会之外 目前使用最多的是一般家庭 尤其是在国外留学的孩子 利用几千元 装一台Skype触控影音电话 就能替他们省下 几万元的机票钱 我自己亲身一个经历 就是说 有一个使用者 其实打电话来 谢谢我们这样的产品的原因 是说 因为以前他交男朋友 总是要带回来给爸妈看 因为没看过的时候 爸妈都会觉得 不是这么自然 因为没看过面 可是他交了三四个男朋友 在一年之内 所以他就要回来三四趟 这个费用其实是相当高的 所以有了这个视讯电话以后 这件事情就等于把它 节省掉那个飞机票的费用 所以像这样的应用其实是非常多的啦 因为沟通里面呢 看到对方的沟通 才是一个比较贴心的沟通 省下的不止这些 还有昂贵的视讯电话费用 由于这台视讯影音电话 是利用网路接通 消费者只要能上网 就能拨通电话 而且可以完全免费的和Skype上的任何人 进行视讯及语音电话 省下了一般电话的漫游费 这一省可是省很大 老大等在美国啦 妈妈聊了三十分钟 聊到好棒喔 看到儿子了 他也知道他这一个月的状况 可是呢 妈妈挂完电话之后呢 他还想说我还是很想 我还是很想老大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在这个产品里面也加了 第二代的功能 就是所谓的数位相框 所以当妈妈打完电话给老大之后 他还是可以把他的照片存下来 放在这个话题里面